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个丈夫埋怨自己的妻子说 她不知道我要什么 我们很习惯地按照自己的想法 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对别人好 但别人却不领情 做太多 师父也无法讨他人的欢喜 亲爱的 我们对神很多时候也是这样 不知道神要什么 不体会神的心 所以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 甚至是错误的 以世俗的观念来敬拜神 弥加书六章八节 先知弥加非常直接清楚地告诉我们 世人啊 以和华以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 这节经文的上下文 来了解神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赐给百姓这句话 首先一到二节 神邀请百姓来与神争辩 神告诉以色列百姓六章一节 以色列人啊 当听耶和华的话 要起来向山岭争辩 使刚临听你的话 神邀请以色列人 如同来到一个法院 神和以色列人之间要争辩 谁是证人呢 就是以色列的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 山岭和地的根基一直都在 从神如何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神如何地恩待他们 以及以色列人在当中一切所行的 甚至在各山岗峻岭和幽谷中 他们击巴偶像的恶行 与各种不被人知道的隐秘事 山岗和大地就如同证人一样 亲眼目睹这一切 所以神对以色列人说 把他们的案件成交上来 让山岭和地的根基来听神与作证 神让以色列人先申诉 先呈上自己的供词 神愿一听 神也不怕人强词夺利 颠倒是非 人遇见困难 很多时候都会推卸责任 甚至埋怨神 觉得都是神的错 是神的疏忽 不是吗 孩子生病 就怪神没有保佑 一个大号青年车祸死了 就怪神 为什么让他这么年轻 就这样死了呢 人遇见天灾人祸 也怪神 说 如果神是真神 就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丧失多少无辜的生命 都是神的疏忽 都是神的无能 是神的无情 亲爱的 我们的神不怕我们把这些 对神的误会 对神的攻击 带到祂的面前 其实 祂宁愿我们来到祂的面前 与祂理论 祂愿意听我们的 祂也愿意帮助我们明白 只可惜 许多人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接着六章二节 神说 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 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 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 与以色列争论 接下来的内容 就是神与以色列百姓争辩的内容了 六章三节 神问百姓 我的百姓啊 我向你做了什么呢 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 他们对神厌烦了 他们对神没有耐心了 神如此恩待他们 他们竟厌烦了神 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今天的日子 是什么事情或哪些人会使你厌烦呢 不肯听话的孩子 或是身边一天到晚不停唠唠叨叨的老婆 或是不长进不追求的丈夫 又或是那好吃懒做 只做表面功夫给老板看的员工 或是诸多要求总是对你不满意的上司 米加书第六章告诉我们 以色列百姓竟然对神厌烦了 这么好的神 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厌烦了呢 这里神问他的百姓 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 神还说 你可以对我证明 六章四节 神为自己申辩 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 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 我也拆遣摩西亚伦和米利安在你前面行 这样的神 以色列人竟对他厌烦了 六章五节 我的百姓啊 你们当追念摩亚王巴勒所设的谋 和彼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 令你们从石挺到吉甲所遇见的事 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 此事记载在《明书记》第22章 当时候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日子即将结束 已经来到了迦南地边缘 对着耶利哥安营 快要进攻得应许之地 这时候的以色列人越来越强盛 非同40年前刚出埃及的百姓 作为的人也惧怕 摩亚王巴勒也听说了以色列人如何战胜亚摩利人 而且摩亚人也因为以色列众多的百姓就惧怕 其实他们如果知道神的话 就不需要害怕 因为神已经吩咐以色列人不可攻取摩亚人之地 只可惜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 只知道自己无法对抗以色列人 所以摩亚王巴勒找了巴兰 要透过咒诅陷害他们 第一次到巴兰那里 神不允许巴兰去咒诅以色列百姓 因为神所祝福的无人可以咒诅 巴勒王第二次差人来到巴兰那里 神知道巴兰的心已经走偏了 神让他去 但只许他说神要他说的话 去的路上神的使者手里有拔出的刀拦住他 对他说 你只能说我对你说的话 神让他去 但我们看见神是可以把咒诅化为祝福的神 巴兰没有一次成功地开口咒诅以色列 连续三次 神都把祝福的话放在了巴兰的口中 各方面地祝福以色列百姓 巴勒王看见自己咒诅以色列的继母失败了 就让巴兰回去 可是巴兰没有停在那里 他的口在神的主权之下 继续地发预言 第四次给以色列祝福 这时候神借着弥迦对百姓说 要他们回想 当初神如何地使咒诅变成了祝福 这样的神 他们还要厌烦吗 神要他们回想 他们当初从石挺到吉甲所遇见的事 石挺是指百姓在进入迦南地之前最后扎营的地方 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呢 巴兰咒诅失败回去之后 设计抹牙女子 诱惑以色列人犯淫乱的罪 即便巴勒王多次的以前财和尊荣 尝试收买巴兰咒诅以色列人 可是神却使他的每一句话都变成祝福 后来他们犯了罪 与某牙女子行淫 而且祭拜偶像与巴里联合 所以他们因瘟溺死了两万四千人 吉甲是他们过了约荡河扎营的地方 在那里神吩咐约苏亚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 并且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 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 就是滚的意思 神要他们回想从石挺到吉甲 神如何的保守他们 他们如何的背逆神 神如此恩待他们 他们竟然对神厌烦了 他们不纪念神的恩惠 不数算神的恩典 一个不感恩的心就会渐渐的刚硬 越来越多的埋怨并且推卸责任 甚至把一切的困境和难处都责怪 是神的问题和疏忽 对于身边的家人 我们很多时候也是如此 忘记了家人对我们的好 把他们的付出都看作是理所当然 所以没有去在乎 没有去感恩 渐渐的我们甚至对他们厌烦了 接下来先知弥迦问百姓 六章六到七节 在至高神面前跪拜 当献上什么呢 岂可献一岁的牛肚为凡计吗 耶和华祈喜悦 千千的公羊 或是万万的游和吗 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 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 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 虽然非常看重宗教仪式 但他们误解了神 他们受外邦人击败众偶像的影响 以为很多的献祭就能讨神的喜悦 或者可以换取神的保守和祝福 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长子和自己的亲身骨肉 为了换取自己的利益 他们以为神和他们一样 越多的贿赂就越多赢得对方的欢心 他们对神的态度就是以各种的礼物来贿赂神 所以这里先知弥加说 给和华其喜悦醉些呢 想想我们今天的人际关系也是这种心态 一个亏欠了妻子的丈夫 很自然就会买贵宗的礼物送给妻子 或是自觉亏欠了孩子就会买特别的玩具送给他们 当然不是每一个送礼物给妻子孩子的都是这个原因 但是很多人师父觉得只要能够用钱卖 就能够补偿一切的亏欠 亲爱的 宇宙万物都是我们的神所创造的 他什么都不缺 我们可以给神牛羊吗 这些可以去换取神的爱吗 这些都不能换取神的爱 神也不要我们牺牲我们的孩子给神 亚伯拉罕当初要献以煞的时候神阻止了他 可是雅哈王做王的时候 也就是先知弥迦的年代 竟然叫自己的儿女金火献给他们的偶像 牺牲自己的孩子 不能除去我们的罪恶 反而加重我们的罪孽 这些都不是神要的 那神要的是什么呢 先知弥迦问六章八节 世人啊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神要的不是献祭的牛羊 也不要我们牺牲我们的长子或儿女 神要的是 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原来 神在乎的不是我们能够给他什么 牛羊献祭也不是神所要的 所有的受造物都是神的 不是吗 神要的是我们按照神心意为他而活 能够做到行公义已经不得了了 做对的事情追求公平公义 但神说不要停在那里 不单单是行公义 还要好怜悯 以怜悯胜过审判的心态 超越对错的执着 去恩待人 包括那些我们认为不配的人 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善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就如同神怜悯罪恶滔天的 妮妮威城 能做到这个境界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神还说不但如此 还要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要凡是倚靠神 凡是归荣耀给神 而且还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凡是愿意按照神的旨意行 不执着于自己的想法和感觉 靠自己做不到 唯有与神同行 我们才可以倚靠神 越来越贴近神的心意 谦卑地跟随神 离了神 我们什么也做不到 亲爱的 我们每一天的日子 都不能够没有神啊 其实最被忽略的是神 今天的世代 也有一些无神论者 不比基督徒差 同样热心推崇社会公义 怜悯难民 各方面捐款和救济 且自认谦卑的低调处事 但是他们没有神 有些人不认为自己需要神 有些人则是很容易地 把神遗忘在一边 觉得自己就可以了 最终想法是对神的误解 也是不了解自己 谦卑反过来就是骄傲 简单来说 自我中心高估了自己 没有什么难得了自己 不需要神 我就可以自己完成 所以这里米家说 要 就是存着谦卑的心 与神同行 谦卑地看见自己需要神 就算自己再能干再厉害 就算有双博士学位 或是一个人就能够打拼出一片天地 从小名列前茅到工作上也从来不输给人 即便如此 我们仍然要谦卑地自己来到神的面前 与神同行 凡是倚靠他 凡是不凭己意 只愿追随神的旨意 米家说第六章没有停在这里 我们很多时候引用这段经文 就停在了这里 米家接下来指责他们当中的腐败和不义 就连行公义也做不到 六章九到十二节 约和华向这城呼叫 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 你们当听是谁派定行账的惩罚 恶人家中不仍有非议之才 和可恶的小生斗吗 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 即可算为清洁呢 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 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 口中的舌头是诡诈 这里指的是平民百姓的生活 充满了不义和谎言 不是只有社会上层的富裕人士 而是每个阶层的人 都同样以诡诈和虚谎互相欺诈 成为了社会普遍的迹象 人人都是如此 虽然他们不择手段 自己赚取了许多不义的钱财 神说这些钱财他们也无法享用 六章十三到十五节 因此我击打你 使你的伤痕甚重 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 你要吃却吃不饱 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 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 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 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 踹橄榄却不得有抹身 踹葡萄却不得酒喝 神还说六章十六节 因为你守暗里的恶归 行亚哈加一切所行乐 顺从他们的计谋 因此我必使你荒凉 使你的居民令人滋笑 你们也必担当我们的羞辱 亚哈王是以色列中最恶的王 记不记得拿伯的葡萄园 一个什么都有的亚哈王 竟然贪恋别人仅有了一个葡萄园 而且是先祖留下来给拿伯的产业 是万万不能卖的产业 亚哈王的王后耶西别 使用手段误告拿伯 杀了他夺了他的葡萄园 当时候先知以利亚对亚哈王说 因为你卖了自己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从来没有像亚哈的 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受了王后耶西别的手动 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 行了罪可憎悟的事 信从偶像 神说他们所做的恶行就像亚哈王一样 所以因他们的这些罪孽 他们必自食其果 从此得见 他们对神厌烦 难道是神亏待了他们吗 当然不是 是他们自己犯罪行恶偏离了神 读到这里 会不会觉得已经走到了绝路 神要的是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他们做不到 他们又不愿意 只有当时候 以色列南国的西西家王听进去了 带着百姓悔改转向了神 经历了一个时代的大复兴 但之后兴起的王仍然是败坏 而以色列北国的王一直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所以他们在公元前722年就灭国了 对人来说做不到也不愿意 但神自有预备 神说一岁的牛犊为反计不是他要的 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盒也不是他要的 人的长子和己身所生的线为祭更不是神要的 神却亲自猜浅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成为了完全完美毫无瑕疵的神羔羊 为私人的罪献上为赎罪祭 唯有耶稣做到了他讨神的喜悦成全了律法 他按照神的旨意行公义好怜悯存千辈的心与神同行 如今耶稣基督的生命也成为了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行公义好怜悯存千辈的心与神同行 今天我们要问一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对神厌烦了 对神的话厌烦了忘记了神的恩惠 今天神在邀请我们等着我们来到他的面前 圣经教导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向神请心吐意把我们心里的话向神来亲属 让神来帮助我们想起神对我们的恩典怜悯 神对我们的救赎和带领 并帮助我们转离我们的恶行 帮助我们依靠神行公义好怜悯存千辈的心与神同行 向我们一起来祷告 祝啊我们在什么世上对你厌烦了呢 祝啊帮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祝啊让我们把我们心里的话带到你的面前 来向你来请心吐意 祝啊你必能够帮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 明白你的心意 看见凡事上有你的恩典有你的带领 祝啊我们也祷告每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 祝啊我们献上的不是只有一些外在的仪式 外在的歌唱 祝啊让我们乃是能够依靠你 行公义好怜悯存千辈的心与你同行 就让我们把我们自己全然的献上给你 当作活计献上给你 天天为你而活 祝啊你来对我们的心说话 你来吸引我们来归向你 谢谢我们的主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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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审